然后呢咱们要来讲的就是说 有了这样的一个T度下降之后啊 咱们要来看一下了 这里啊写的比较多 大家一看我去这个公式密码码的简直要疯是吧 没关系啊咱们来看 就是这里关于T度下降 它还有三种东西 咱们来说啊就是有三个名词 咱们来先看吧 这T度下降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我们引入了三种东西 第一个叫做一个P量T度下降 第二个叫做随机的 第三个叫做一个小P量的 咱们先来看一下 上面是我的这个还是我的目标 还是我的这个公式啊 那什么叫做一个P量呢 说白了P量T度下降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一个问题 当我计算损失凯数的时候啊 是不是我用综合的考虑所有的样本啊 那你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 你综合考虑到所有的一个 你综合考虑到一个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啊 咱们来想 综合考虑到所有的样本 是不是说你每个样本都要参与到一个计算啊 那你每一个样本都要参与计算 你这个计算量大不大啊 你这个计算量简直就是太大了 这么大的一个计算量啊 怎么办 这么大的一个计算量 咱们是很难进行一个迭代的 你想啊 就是说 比如说你迭代个一万次 每一次你的样本数是一百万个样本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样本数成正比啊 一旦跟你样本数成正比啊 大叔就要很难玩起来 所以说P量T度下降 有优点 有缺点 优点在什么 优点在于咱们每一次求它的一个损失值 或者说求目标函数的一个值啊 损失函数说白了 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因为咱们怎么定义的 我们不是让目标函数越小越好吗 所以说啊 我们不妨把这个东西看作一个损失吧 看作一个损失 我们要损失等于零 这才好呢 所以说啊 现在我们这个P量T度下降 我要综合考虑所有样本 但是呢 它的一个精度很高吧 因为我们是一堆所有样本一起去算啊 所以说它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 它的速度啊 是非常非常慢的 这就是我的一个P量T度下降 考虑所有样本啊 这回它的速度好好慢啊 速度很慢 但是呢 准确性啊 相对来说啊 它是一个最优的 应该是 这是T度下降 那为了解决一个T度下降的一个 哎呀 就是P量T度下降啊 这样的一个问题 哎呀 太慢了 怎么办呢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啊 稍微简化一下啊 每一次你用所有样本去算啊 跟样本数成正比 这个问题有些难 那我一次我选出来一个样本 可不可以呢 这也是可以的吧 我们管这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随机T度下降 也就是说 这是叫做一个咱们的T度下降啊 GD 这是一个SGD啊 就是它的缩写嘛 SGD啊 相当于加了一个随机嘛 加了一个随机 我们来看啊 咱们就看公式就行啊 在我的一个公式当中啊 有什么区别啊 在我的公式当中 只是这块我们来看 这块是少了一个东西吧 这块啊 就看我们右边式子吧 右边是个结果 看右边式当中 这是个M吧 这块是个类加 这块有了吗 这块没有了吧 说白了 随便的找出一个样本 这是一个XG嘛 随便找出一个样本 哪个样本呢 哪个样本都行 随便找出来就可以了 用当前一个样本去进行更新 这就是我的随机T度下降 随机T度下降啊 又是啥又缺点呢 每次啊 只找一个样本 迭代速度R快吧 因为你看一个样本 之前是100万个 咱们可以这么想 100万个和一个 这计算量肯定没而比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迭代速度 非常非常快 但是傻咋地啊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只有一个样本 这一个样本 它是好识快啊 我不知道啊 咱们的数据啊 还得说这样一个问题 你的数据啊 一定是非常纯净的吗 人家给你总结的 自己爬虫写的 或者说不管在哪 拿到的数据啊 它不一定都是一个 非常纯的一个数据啊 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噪音点 离群点 异常点等等 很多很多问题 那没准这次T度下降 你找到的数据 那就是一个错误的数据呢 就是一个离群点呢 就是一个异常点呢 那是不是啊 会使得你的一个效果会不好啊 因为你按照一个不好的数据 去更新了 那结果肯定是不好的啊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这个随机器头下降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迭代速度啊 虽然说很快 但是并不是每次啊 都朝着一个收敛的方向去做的 可以给大家画图啊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这是这个Y主啊 是我的一个J Theta 然后呢 我这个横主啊 是我Theta减 怎样进行更新 然后如果说你用批量提出下降 它这个图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最终呢 达到一个J Theta比 这个东西都收敛过分了 什么收敛到一个复制了 大概这个样子的啊 大概这样子就是我J Theta 然后呢 这是一个批量提出下降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啊 就是当我用一个随机提出下降 什么样 它也会收敛啊 但是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我跟你说 它这个幅度啊 是非常大的 因为就是它每一次都是只是一个样本 每一个样本都是一个都有个性吧 它都是个体啊 所以说啊 它的一个收敛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可以看到 J Theta和我 就是不是J Theta 就是我的批量和我的一个随机啊 它的一个效果的差异 然后啊 咱们就是 咱们下次课啊 还会给大家去说 我们这个这样有个实验啊 就是不同的一个提出下降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我的一个结果 看结果当中啊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差异了 不同的一个提出下降算法 然后呢 咱们再来说啊 就是我的一个小批量 哎呀 刚才提到两个问题 这个批量 我头疼 好于所有样本 随机也头疼 每次不一定要收敛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啊 现在我们最使用的东西啊 叫做一个小批量 就叫做一个batch 有这样的一个batch的时候啊 咱们来看它是什么意思啊 这块我写了一个十分之一 这块k等于一 一直到一个啊 就是说白了 这块一共算了十个样本 为什么这块算十个样本啊 刚才我说 我算整体太多了 算一个太少了 那我取一部分吧 取一部分样本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了 这个东西啊 最常用 叫批量提出下降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mini-batch 说白了 就是选择一部分的数据 而且呢 咱们一般啊 先对数据集做一个洗牌啊 就是这样打乱数据的顺序 然后呢 我可以啊 每十个每十个拿出来 然后呢 当我更新的时候 我就是实际的算十个数据 它最终的一个损失 然后呢 用十个的数据啊 一个损失函数 然后再构造 它的目标函数 再构造 我的一个四个参数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更新 它的一个意思啊 就是说 当我进行一个 T2下降的算法的时候 我是实际的拿出一些 拿出一些啊 一些当中多少个啊 比如说一般都是 二的倍数比较多啊 比如说十六啊 六十四啊 一百十八啊 三十二的 这些值比较多啊 就是一次的 我们实际的上市 考虑很多个样本 用很多样本一起去算啊 我最终的一个 这四个值 以及呢 我最终啊 一个T度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啊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小P量 T度下降 我该怎么样进行去计算 那现在给大家计算三种 哎呀 既然说它是有三种的 那是不是说 你只选最后一种就可以了 这个也不一定啊 但是现在 从现在的情况来说啊 我们还是用这个 MiniBatch的比较多 因为呢 它每次只是小 选出来一批啊 它是最实用的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啊 大家之后啊 其实用哪种都是有的 不可能看轮当中啊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T度下降的一个版本 但是呢 基本上啊 都是跟我们这个小P量 MiniBatch是类似的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T度下降啊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以及呢 咱们有三种不同的 T度下降的一个方法 T度下降的一个方法